好,那么既然的话我们对前端的一个大概的有一个了解,是吧,大概有了解,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来学习前端的一些技术,是吧,那么首先的话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呢,就是说从哪里入手呢,就是首先是什么,从HTML语言吧,从HTML语言,这个东西入手啊,那么这个HTML语言和SET语言的话,它是做布局的,是不是这样的,它是做布局的啊,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个什么呢,做布局做网页的,是不是这样的, 我们来看一个网页啊,这个网页我早就打开了,那么这个网页的话是什么呢,就是我们的这个官网,是不是这样的啊,它就是一个网页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大家看一下这个网页,它是什么,它是图片和文字什么样,有机的组合在这个页面上面吧,是不是这样的啊,有机的组合在这个页面上面,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些图片和文字是如何有机的组合在上面的,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,是不是这样的啊, 如何放上去的,是不是这样的啊,是不是有点像排版呢,是吧,我们用过的排版可不可以排成这样一个东西啊,好像也可以是吧,可能很麻烦吧,是吧,要搞半天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那么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啊,它是怎么做的,怎么做的呢,我们可以怎么样,点右键啊,在上面,这个页面上面点右键,然后什么呢, 查看网页原代码啊,查看网页原代码啊,那么这个时候的话,就可以看到它的什么,这个代码了吧,啊,那么这个代码就是什么呢,就是HTML语言啊,HTML语言,那么我们网页的话,实际上就是用这种语言来写的,有没有没有,就是用这种语言来写的啊,好,那么这种语言的话,大家大概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特征啊,大概看一下它的一些特征啊, 什么特征啊,它这些语言看见没有,它是什么,就是一些什么,比如说这个是什么,叫做什么,监括号,大家看见没有,监括号吧,是吧,那么实际上就是大语号和小语号,有没有没有,啊,那么大语号小语号,我们叫它监括号啊,实际上就是大语号小语号啊,比如说这个HEAD这样一个标签,是不是这样的啊,是吧,好,那么HEAD这样一个标签的话,大家看一下它这个,啊,这个HEAD标签 和下面这个,啊,这个离得太远了啊,看一下啊,这个标签它们是不是成对出现的,看一下啊,是一对的吧,是吧,一对出现的啊,好,又比如说这个,比如说这个DIB看见没有,它是也是一个监括号的一个标签吧,啊,那么的话,它也是成对出现的,看见没有,啊,大概的一个了解啊,好,比如说这个A看见没有,它也是一个监括号的一个A的,这样一个东西,是吧,这个是不是一对啊,看见没有, A和反斜杠一对啊,反斜杠A,这是一对标签啊,一对标签,好,那么大概的这样一个了解啊,这是一对,看见没有啊,那么还有什么呢,比如说是当个的,看见没有啊,比如说这个MAT这个标签,它是不是当个的,它没有反斜杠MAT吧,没有反斜杠嘛,是吧,META啊,没有反斜杠啊,它是当个的一个标签啊,那么我们大概的有个了解吧,那么首先这个HTML是有一些标签组成的, 标签的话,有成对出现的标签,还有什么呢,还有单个出现的一些标签,是不是啊,啊,大概是这样一个印象啊,先大概了解这个印象就行了,好,这是关于这个HTML,啊,那么的话,我们这些标签呢,在这上面呢,啊,有机的什么呢,堆积在上面去怎么样呢,就组成了我们的什么,网页吧,啊,组成了网页啊,看一下这些标签啊,大概有一个了解,好, 好,好,那么这是大概的我们对这个,呃,这个HTML语言的一个大概的了解啊,比如说这个LI标签是吧,它也是一对的吧,是吧,LI和反斜杠LI,这个是一对的啊,好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,那样的话,呃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,好,来看一下这个HTML的它的一些啊,这个概念性的东西啊,概念性的东西,好,那么什么是HTML呢, 那么HTML它实际上是什么呢,它是四个什么呢,四个这个字母的缩写啊,HTML就是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ypertext是什么呢,超文本,啊,超文本,然后markup是什么呢,标记啊,标记的话我们就指的是标签,看到没有,标记的话就指的标签啊,那么超文本标记语言啊,超文本标记语言啊,超文本标记语言啊,超文本是指的什么呢,超文本实际上是指的超链接 超链接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说我们一个页面可以通过链接链到另外一个页面啊,等会儿我们会学到的啊,从一个页面链接到另外一个页面啊,那么这是超链接,有没有没有啊,超文本标记语言啊,那么的话,这个超文本标记语言呢,它是由什么呢,一个个的标签组成的啊,一个个的标签组成的啊,那么的话,这种语言的话,那么我们的话,什么呢,它的这个文件的扩展名的话是什么,HTML或者HTML啊,HTML或者HTML啊,HTML或者HTML啊, 没有没有啊,扩展名是这个啊,好,那么的话,我们来,大概来写一下一个HTML的文档啊,大概来写一下啊,好,那么怎么写呢,我们来看一下啊,我们,那么昨天呢,给大家装了这个subline吧,啊,大家把这个subline打开啊,subline打开之后的话,那么的话,我们来写一下啊,好,我先写一下,然后大家等会儿来,也写一下啊, 好,那么的话,这个subline的话,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什么呢,把这个什么呢,这个旁边的这个sidebar这个东西打开啊,旁边这个,在这个view里面有一个什么,sidebar,是吧,那么把这个show sidebar把它打开啊,show sidebar打开啊,那么的话,如果说你想练习写HTML的这个文件的话,你可以什么,在页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啊,在页面上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啊,在页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啊,在页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啊,在页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啊, 你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夹啊,新建一个文件夹之后,那么我新建的是这样一个啊,简单01特件的这样一个文件夹啊,然后我怎么把这个文件夹拿进来呢,啊,我可以把它拿进来啊,在这个里面可以什么啊,这个project里面有个add folder to project啊,add folder to project啊,然后的话,把这个到桌面上,是吧,把这个文件夹选中,是吧,然后点选择文件夹,好,那么, 我这个文件夹是不是打开了,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这个啊,我这个中文写的有问题啊,这就是我刚才的那个文件夹,明白没有,好,那么的话,为什么要这么做呢,这么做之后就方便我们之后建文件的时候,它的目录很清晰,明白没有,啊,我们在左边可以看到这个目录竖,啊,看到目录竖的话,你的文件结构很清晰,方便你进行什么,文件的管理,明白没有,啊,这样子了,好,那么的话,我们在这个什么呢,在这个文件夹上面点右键,是吧, 点右键,然后lue一个fire,是吧,lue一个fire,啊,lue一个fire,然后相当于是什么呢,我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新建的一个文件吧,好,新建一个文件之后,那么的话,我这个时候怎么样,好,我这个时候啊,好,这个时候先不要用感叹号啊,大家今天来敲一下,好吧,先敲一下啊,那么词点再用感叹号,好吧,好,那么的话,我这个时候的话,这个新建的文件是 untitle,是吧,这一个名字,啊,我可以直接在里面先把名字写上啊,在这里面写名字,比如说是,呃,001,然后是什么呢,这个是,呃,呃,这个HTML,啊,HTML文档结构,是吧,文档结构,然后是点HTML,啊,好,那么这个的话是什么呢,是它的文件名吧,啊,这个是它的扩展名啊,好,那么我在这个文件 文件里面写这个有什么用呢,大家看一下它的名称是不是也变成这个啊,这个上面的名称也变成这个啊,好,那么我这么写完之后,然后按,按这个Ctrl加S,是不是可以把它存下来啊,啊,直接就存到这个文件处里面了啊,然后点保存,啊,是不是可以存下来了,那么我这个文件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文件呢,再看一下,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文件呢,啊,有这样一个文件啊,好,有这样一个文件之后,我们就开始写这个什么呢,写这个文件, 这个HTML文件啊,好,那么我们把这个删掉啊,把这个删掉啊,把这个删掉啊,把这个删掉之后,那么这个名称还是有了啊,是吧,我们开始写我们的这个HTML文件啊,写我们的HTML文件啊,好,怎么写呢,那么的话,大家什么呢,昨天告诉大家用个感叹号就可以生成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今天的话大家自己敲一下,好吧,那么大家敲的是什么啊,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啊,为什么呢,最后一次,那么大家后面都是用感叹号了,是吧,那么今天大家敲一下, 了解它的结构,好吧,啊,了解它的结构啊,好,那么它是怎么写的,首先是什么啊,经过号啊,经过号就是大一号和小一号,是吧,大一号和小一号,然后是首先是什么呢,一个感叹号啊,那么首先是第一个标签啊,第一个标签是什么呢,这个标签是什么呢,就是文档声明啊,Docotype,Docotype啊,TYP,Docotype啊,文档声明啊,TYP啊,Docotype,然后是HTML, 这个的话就是声明一个HTML文档,明白没有,声明一个HTML文档啊,好,声明一个HTML文档之后,然后怎么样呢,好,那么的话,这个文档声明记得,这是很重要的啊,那么我们的一个HTML文件的话,一定要有文档声明啊,如果没有文档声明的话,它会什么样呢,它会声明失败之后,会以什么,怪异模式渲染啊,什么叫怪异模式呢,就是以最低版本的文档模式进行渲染啊,导致很多地方不兼容,明白没有, 所以这个文档声明很重要的啊,后面还会强调的啊,好,这个文档声明,而且记得一定要顶格写啊,一定要顶格写啊,好,那么这是一个文档声明啊,接着的话,我们的这个HTML是什么呢,它是有什么,HTML,这样一个标签,开头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 好,那么我们这个文档怎么样,它可以写成一行吧,是这样的啊,可以写成一行,比如说写成一行之后,我在这里面接着写,是不是可以啊,但是这样写成一行是不是很不好看啊,是不是这样的啊,很不好看啊,它相对于是怎么样呢,这个不方便我们编码啊,是不是这样的啊,我们一般把它换行吧,换行明白没有啊,那么一个HTML首先是一个文档声明, 然后是有HTML开头,是不是这样的啊,有HTML结尾,有没有啊,有它开头,有它结尾,好,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最外框的一个结构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外框结构接着是,再是什么结构呢,就是一个什么,head,是吧,head,是不是这样的啊,head,好,有head开头和head结尾啊,好,大家注意啊,这个head是不是怎么样,包在HTML文档里面, 是包在里面啊,是包在里面的,那么它是不是属于什么,HTML这个标签的什么,子级啊,是不是属于它的儿子啊,子级啊,大家记得这个结构啊,HTML,好,这个head这个标签,好,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标签呢,这还有一个标签是什么呢,body标签啊,body标签啊,好,body标签啊,body标签,大家看一下,这个body标签和这个head标签是什么, 是同级的吧,是同一级的,是吧,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,兄弟关系吧,啊,他们是兄弟关系啊,他们不是父子关系,啊,不是父子关系啊,好,那么body标签的话怎么样,和head标签,是吧,那么他们两个同属于什么,HTML这个,什么标签里面吧,好,同属于这个啊,好,那么这是第二层结构啊,好,那么这个head标签和这个body标签, 它有什么作用呢,是吧,head标签应该是干嘛的呢,它里面是写什么呢,写网页的title标题,是吧,然后再做一些什么,网页的设置,是不是这样的啊,然后再是什么呢,还有什么,引用一些外部资源,啊,引用一些外部资源,我们后面会说啊,比如说最简单的,它是什么呢,它里面可以什么呢,设置这个网页的标题,啊,比如说写一个什么,title,是吧, title,啊,好,这个title,它也是一个层内出现的标签,这个标签是不是包在head里面啊,包在head里面啊,然后的话,比如说这个title里面就是显示这个网页的标题的啊,比如说,啊,呃,比如说,个人主页,是不是可以啊,个人主页,啊,那么这个标题,大家看,啊,等会大家看一下这个标题在显在哪里,啊,好,这是网页的标题啊,那么的话, 那么,我们这个网页的话,实际上还得设置一下什么呢,设置它的什么,这个编码,啊,设置网页的编码,要不然它是浪码出现的,明白没有,啊,编码的话,我们用哪个标签呢,用这个matter,啊,matter标签,啊,matter,matter标签,然后是什么呢,这个,用这个什么,charset,是吧,charset等什么,utf8,是吧,charset,啊,charset等于什么呢,这个utf,啊,杠8,是不是这样的啊, utf,杠8,啊,那么大写小写都可以,啊,utf,杠8,好,这个的话就是定义这个什么呢,网页的这个什么,它的编码吧,啊,网页的编码,好,好,那么这个设置完之后,header上是设置完了,啊,接下来的话,我们来看这个body标签,body标签是干嘛的呢,它是设置网页的什么,写示的内容,啊,大家记得啊,我们网页上写示的内容的话,都是什么呀,都是写的这个body标签, 里面啊,被它包起来,明白没有,啊,包在这个里面,啊,比如说这个里面写什么呢,比如说写,啊,你好,是吧,啊,欢迎,啊,访问,我的,啊,个人网页,是吧,是可以这么写啊,是吧,这么写,好,那么这么写完之后,然后怎么样,我们按这个console加压式把它存一下吧,啊,把它存一下,啊,console加压式把它存一下,啊,好,存一下之后,接下来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 这个网页的话,是吧,我们在这个什么,编辑器,在这个subline的时候,打开是这样一个编码,是吧,好,如果说我们想看一下这个网页是什么样子的,可以怎么做呢,我们可以用什么呢,我们昨天也装了一个什么,插件啊,这个插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装,在这个什么呢,呃,这个什么view in browser里面啊,这样一个插件啊,那么昨天大家也告诉大家设置的这个什么呢,快捷键啊,快捷键的话就是什么呢,这个什么, console加alt加f,当然大家也可以设置其他的,是这样的,好,那么大概如果装到这个装好之后,那么我们想看这个网页的话,直接按consolealt加f,是吧,consolealt加f之后,那么怎么样,这个页面是不是自动打开了,好,这个页面自动打开之后,大家看一下,我们这个个人主页这几个字,是不是在这个标题上面呢,这个标题上面是不是有个人主页啊, 好,那么的话,刚刚我写的你好,欢迎访问我的个人网页,这个是不是一个什么,是不是一个什么呢,页面上显示的内容啊,好,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网页啊,最简单的页面,好,这是关于这个,啊,这样一个网页啊,好,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,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什么呢,这个网页啊, 刚刚建立的这个网页的这个文件在哪里呢,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吧,是吧,这个文件夹里面啊,那么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是这个网页,是吧,它的这个扩展名是什么,html吧,好,那么这个页面的话就是我们什么,前单什么,每日的产出吧,我们前单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什么,生产这种文件吧,是不是这样的啊,我们前单就是做这个事情,就是生产这个html格式的这种文件啊, 明白没有,好吧,好,这是关于这个html的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啊,基本的一些情况,好